哎,没有那么多卡不卡合同,兄弟们 就没有,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想去卡任何人的合同 只能说,只能说到协商的结果跟,跟双方的沟通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 EDG怎么可能只给他500万啊,兄弟,EDG怎么可能只给他500万啊,哎呀,我怎么用脑子想一想啊 他前一年的合同就已经是顶新的合同了 就兄弟,我记得是夺完罐之后就已经是超顶新了,就是已经是1300万了,我没记错吧 还是税后,我没记错,夺完罐之后就已经是1300万税后了 Scott贵还是Night贵,如果Night那一年去,如果艾笑在京东当经理的那年,Night去就是最贵的 应该是卢阿鲁里士市场最大的合 Scott经理人说EDG统一,允许Scott和KD联系 哎,其实有时候挺没有意思的 就经纪人肯定会站在,经纪人一定是会站在选手的立场上说话的 知道吗,兄弟们 不论那个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 经纪人只会挑能说的出来说 能理解吗,我自己也是经纪人 我自己他妈也是经纪,开经纪公司的 匠心流队都来了 给的是工资帽顶心啊兄弟 说了多少遍了 如果Scott是你的人,你会帮他说话吗 如果Scott是我的人,他就不会留在EDG 你懂吗 如果Scott是我的选手,我是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说服他,让他不要离开EDG的 那你要是他的经纪公司怎么公关 没什么好公关的这种事情 打官司看结果就行了 真的没什么必要公关 如果我是他的经纪公司 这个时间点我是不会公关的 没什么好去公关的 看一审判决不就好了吗 看一审判决不就好了吗 如果现在公关了,一审判决输了 更要被别人骑脸 如果现在公关了,一审判决没赢 一审判决赢了,那还好 如果现在公关,一审判决输了 不是要被骑脸吗 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选手都要有经纪公司 因为选手 因为对于明星选友来说 有经纪公司跟经纪人 其实可以帮他们赚到更多的钱的同时 能让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跟重心都放在游戏上 你们记得去年我转会期 我第一时间说 我说Scott跟Wiper都想走的时候 其实你们还骂我来着 就是想回韩国了 那确实就是想回韩国了 两个人都想回韩国 我跟你说兄弟们 就算他不留EDG 他自己的转会期操作也太臭了 能理解吗 他最后签Super值应该是不得已的 他自己的转会操作也臭 放这吧 对啊对啊对啊 Wiper没乱搞 和平和平分手多好 大家都挺体面的 从EDG出去闹得这么难看 应该只有Scott的一个人 你们想一想 从EDG出去闹得这么难看 他应该只有Scott的一个人 Scott的时候不是跟大家出过吗 DRX联系过他 KT T1 T1也联系过他 因为李向赫去年 一直不是没有续约吗 普鲁斯不好 T1就拿那个事情 哎 这些都是我之前都说过的 小爸爸 右边小爸爸 报名了 其实小妹妹不是应该 其实玄妈妈 不是应该把T1冲了吗 如果把T1冲了 根本就没那么多事了 兄弟们 T1哥Scott 你们怎么不去冲T1 如果Scott能去T1 不挺好的吗 你们为什么不去把T1冲了 天天在这冲EDG 有什么意思啊 T1才是伤害你哥哥的感情的 狗巴怎么不去冲T1 T1其实才是最搞笑的 纯把你不当人 纯把你当备胎 根本没想过要要你 他转回去 到最后只能拿那点钱 败笔 不就是因为相信T1吗 就是最大的 其实玄妈妈应该把T1冲了 而且DRX对Scott也挺好的 Scott人家直接看不上 DRX也给Scott开了架 Scott看不上 好像还被韩华拉扯了 是因为Shadow的事情 他牵的是SuperGene 然后韩华的两哥们是Shadow的 刚好跟他们是不同竞技公司的 我记得我还爆料过 韩华可能会用Scott 然后但是最后还是 被 然后还是 在那个谈判里面用了Z卡加 那个叫Z卡吧 Z卡加谁来的 King Gun 就先冲韩华再冲T1 把所有鸽子掉 鸽鸽的全部冲了 我觉得最后才轮得到EDG吧 挺没意思的 然后还要对DRX说声 Sorr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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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